请问你怎么看得生气 我今天去菜市场买菜 看到小龙虾 我就问老板 小龙虾怎么卖 老板说八十八块钱一斤 我说不要太贵了 老板说旁边有堆死的八块一斤 我问他怎么死的 老板瞄了我一眼 太贵没人买气死的 你看吧 一生气就不值钱 所以记得天天开心的笑一笑 只要不死就值钱 请问我怎样才能多活几年呢 你要想多活几年 记住这六句话 一少和色多的人在一起 二少和谎话连篇的人在一起 三少和让你生气的人在一起 四离让你赌心的人远一点 五少挣点钱可以 天天看人家的脸色不行 六谁让你高兴 你就和谁在一起 谁让你生气 你就让他离你远一点 请问绝配夫妻的几个特征 你知道吗 一个怕冷 一个怕热 一个勤快 一个懒惰 一个急性子 一个慢性子 一个能说 一个嘴笨 一个慷慨 一个小扣 一个山外交 一个闲内住 一个漂亮 一个丑 在家互相嫌弃 出门互相惦记 正所谓床头吵架床尾和 这就是绝配夫妻的特征 你们符合哪条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 今天老歌 希望大家都喜欢 一生情安 幸福的你 能不能帮我点亮 小红星 顺便再动动你那 发财的手指 帮我点一下关注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